薄荷,土名叫银丹草,全出清气芳香。 薄荷是中华常用中药之一。 它是新阳性发酸解热药,直流行性感冒,头疼,目屑,深热,咽喉,牙传肿痛等症。 外用可致神经痛,皮肤臊痒,皮疹和湿疹等。 平常以薄荷带茶,清新明露。 薄荷具有吸氧和食用双重功能,主要食用部位为银河叶,也可榨之符。 在食用上,薄荷既可作为调味剂,又可作香料,还可配酒,冲茶等。 对于治疗因而上气,薄荷至少和二甲银龟又同样有效。 对于患有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,薄荷也可能有助于加快胃排空。 薄荷液体取育可以抑制阻碍的事项,这表明它可能有助于缓解过你的炎症状。 薄荷含有菠荷醇,这种成分,可以防御前烈腺癌的增长。 在历史上,薄荷叶子粉同样用于清新口气和美白牙齿,您甚至可直接将一两滴薄荷油,直接滴在牙膏上。 薄荷油可以作为蛆痰剂和解冲血剂,可以帮助您清理呼吸道。 因需血脏,肝羊偏抗,表虚汗多褶肥薄薄荷液。 怀孕期间的妇女应避免使用,又因薄荷有抑制乳质分泌的作用。 所以补荷中的妇女也不宜多用,而机器勤劳,兴奋的效果。 故晚上不宜使用过多,宁愿造成睡眠困扰。